哈囉 大家好 還有台湾的朋友 很久沒有這麼近距離 對對對 OK 跟大家打完招呼就了 我覺得今天感覺蠻開心的 因為9月14號專輯 第12個Baby 然後兩個多禮拜的時間 這個很好的成績都陸陸續續的回傳 那此刻心情慶功 應該感覺蠻開心的齁 蠻開心因為其實發片之後就 蠻輕鬆的 剛開始的時候會很期待 希望作品趕快跟大家見面 然後後來發的時候就 就覺得輕鬆很多 一年到頭這麼忙碌的 是因為才行程啊 幾乎沒有什麼時間可以好好的放個假 所以在你找你是怎麼樣忙你偷懈 怎麼樣放鬆 我覺得就是跟 不要就是跟同學做一些 比如說看電影啊吃飯啊 或是辦一些 小聚會 我覺得那個是蠻放鬆的 我覺得真的耶 現在小聚會很重要 跟一些自己熟悉的朋友 認識很久的朋友 然後就可以肆無忌憚的 講一些想講的話 就會覺得 這個我們是有忙你偷懈 放鬆心情的好方法 但今天我覺得既然很難得 慶功記者會 每期明示慶功 自然就有這個來自各個地方 台航訪的相受捷報 你選今天這麼閃亮的你 我們要請Jolie呢 移動腳步到這個 左手邊這邊有個窗簾 神秘窗簾 我們要請你移動到窗簾這邊 OKOKOK 好 所以我們準備讓這個Jolie呢 親自接馬來告訴大家 News專輯在全亞洲各地到底 奪下了怎麼樣的好成績 Jolie 3 2 1 一起接馬 哇 太厲害了 揚州流行天后 稱霸華語 有的國 24個才藥房的冠軍 記著 Grande Viv片 Roo Roo Goo 1 Valley 2 Viva 9 Vub Viva 你也愛就愛 做就做 你愛最真實的自我 所以道子就畫下一個圓滿的句點 久利你最後再跟大家說一下話嗎 非常謝謝所有媒體的加油跟鼓勵 然後還有把我的音樂送給大家 然後謝謝大家 我覺得卡卡的風格是沒有人可以詮釋的 我覺得我只是把我們幻想中的 未來的醫生跟護士做一個詮釋這樣子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看得很開心 其實高跟鞋跳舞 其實不應該是只有女生的專利 所以我們在網路上有看到 就是教男生用高跟鞋跳舞的老師 我就請他來編舞這樣子 然後還特別操作一些男 dancer 就是夠妖媚才能上來這樣子 他們有說腳好痠 我說你現在才知道 我就常在旁邊說風涼話 就是他可以體會到 其實我們不是有些動作沒有辦法很完全 就是當然很怕腳壞 要不然就是很容易會有蘿蔔鬼 對 所以女藝人其實很不好當 他們現在就是忠於理解 喜歡音樂是不分性別的 不應該 不應該就是說 喔他好像是喜歡我音樂 就應該要就是被社會關切 我覺得他非常努力的在學這個舞蹈跟音樂 然後加上家人也很用心的做音 就是做衣服 我很非常謝謝他 入圍就還蠻開心的 因為至少這個作品大家都有看到 然後也很替導演開心 因為他其實很膠著的弄這個MV的 後製弄蠻久的 所以一入圍的時候 我反而替他開心 比我自己還要多 好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差不多